二十大後沒有習王體制? 學者說 習家軍已完成 槍桿子和北桿子報告 拜習回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連任後舉行 記者唐山採訪 遭暴力扣押8小時 央視採訪車亦被折 戰況升級 烏克蘭埋出加入歐盟第一步 香港疫情升溫 林鄭戰別宴落空 習近平訪港受影響?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8日 下方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中共二十大臨近 中南海權鬥越法難解難分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6月17日舉行研討會 分析中共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人格特質和領導風格 有學者指出 習近平的性格不願意分享權力 二十大後不會有習王體制 外界注意到 為補習連任 中共軍隊和文宣系統 跟例完成人事佈局 由習家軍掌控 中共二十大預定今年秋天召開 習近平是否連任 成為這次會議的最大重點 大多數學者和分析人士認為 如果不出意外 習近平連任的概率幾乎是確定的 美國之音6月17日報導 中國事務專家 北京之春榮耀主編胡平認為 如果按照中共當局既定的安排 習近平二十大連任是毫無懸念 中國軍事專家程曉農博士說 這是一個討論了四年的老話題了 這樣從這四年以來 我的感覺是 習近平連任可能性增加了 不是下降 但是海外媒體中 還有自媒體中 有些人是自己希望習近平不要連任 這樣的話 他們就會討論 很多習近平可能不連任的 各種假設的情況 但這個畢竟是假設 人們注意到 習近平獲得核心稱號之後 稱其為領袖、統帥的說法 幾年前已經開始 過去一年多特別多 對習的贊重已經遠遠超過宣傳機構的範圍 從5月23日開始 新華社推出50集關於習近平的足跡網絡短片 介紹40年來習近平的作為 不過 反對習近平的人仍大有人在 胡平認為 在今天的中國 反習的聲音潛在的力量 還是不少的 他們能不能將這個轉化成一種現實力量 這個才是關鍵所在 從這個角度看 習近平這次二十大 還是面臨著很嚴峻的挑戰 程曉農認為 習近平連任加強個人獨裁 這個不僅是他個人的願望 也是共產黨體制形成的必然 在共產黨體制下 無論是集團領導 還是個人獨裁 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 集體領導並不讓個人獨裁好 中共從江澤民到胡錦濤 這二十多年的集體領導 已經將中共拉入深淵 外界認為 習近平連任的關鍵在於槍桿子和筆桿子 中共軍隊和文宣系統 更來頻頻走馬換帳 觀察人士指出 習近平近來晉升的上將 不僅數量多 而且多有超過常規破格晉升的情況 習近平要提拔和晉升合乎條例常規的自己人 並將自己人提升到最高軍階 安插到最關鍵的崗位上 在對北桿子的控制方面 中共最重要文宣機構和媒體 例如國家廣電總局 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社等 也完成了換稅 習家軍牢牢掌控了文宣機器 據外媒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官員正安排美國總統拜登 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通話 預期會在今年夏天 如果雙方領導人要進行實體會晤 都要等到今年年底中共的二十大會議之後 前幾天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與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在盧森堡舉行的秘密會議 就是在為拜集會鋪路 據彭博社報導 美中雙方領導人預計在今年夏天進行通話 熟悉這計劃的華盛頓人士 並沒有提到通話主題為何 但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再次強調了 威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 設置湖南的重要性 一位熟悉可能的下跪通話計劃人士說 兩位領導人的任何面對面會談 都要等到今年年底中共的二十大會議之後 外界觀察人士表示 中美外交部門近日頻繁接觸 很明顯是高層即將進行通話的前奏 沙利文在拜登五月底 亞洲行事曾經表示 如果在未來幾個星期 拜登總統與習主席再次交談 我不會感到驚訝 暗示了一敗集會可能登場 習近平預期將在今年年底的二十大 除得第三任總書的任期 但習面臨內憂外患 國內疫情嚴峻與嚴格清零政策 使民眾對此產生質疑 同時黨內也有很多對習近平的集音 因中國在俄烏戰爭的立場上偏惡 各國都對中不友善 使中國在國際上被孤立 很多問題都將對習近平的連任之勞造成挑戰 拜登政府近期常對亞洲、示好、拜訪日、韓等 拜登也表示正在考慮降低川普時期 對中國商品製出的懲罰性入口關稅 已減少通貨膨脹 拜登與習近平上一次通話是3月18日 進行了近2小時 這是他們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第一次通話 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持續發酵 據傳已有3名受害人死亡 1人成植物人 但當局對此含糊其辭 至今未確切的相關訊息公佈 引外界關注 17日 網上爆出多家媒體 到唐山進行調查報道 但多名記者在採訪過程中 受當地阻撓和暴力執法 被無端扣押長達8小時 更有媒體報道 停在唐山街頭的眾多車輛 一夜之間被擲 周年央視採訪車也未能行面 微博名張藝漢 17日 微博鐵文稱自己在採訪過程中 受到無端扣留 暴力執法 鐵文寫道 今日看新旺河 上出唐山火車站有點難的報道 我格外感同身受 我也是一名記者 來自貴州廣播電視台百姓關注 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發生後 我到唐山進行採訪報道的過程中 作為來自低風險地區 且持有核酸陰性報告的人 卻在高鐵站受到千方百計阻攔 以及之後在採訪過程中 被唐山市盧北區機場路 派出所文警無端扣留 暴力執法的遭遇 從僅存的微博截圖來看 鐵文下面附上的是 該記者的講述短片 但是該短片及微博鐵文很快被刪除 相關話題 記者在唐山採訪遭暴力對待 亦已屏蔽 多家陸媒在近日還報導了 央視採訪車在唐山被襲的事件 澳門日報引述極目新聞消息稱 據網傳影片顯示 停在唐山街頭的多兩車一天之間被襲 其中周年央視在唐山的採訪車也未能行免 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 目前在微博熱手上 只剩下醫院否認唐山被打女子去世傳言 和發布唐山打人事件 謠言320個微博帳號被關閉 兩個話題 有網友表示 但是發布真實的情況 是壓止謠言最好的方法 也是安撫人心的良藥 這樣我們要知道 女孩現在的情況 不是一句沒有生命危險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什麼叫應該肯定沒有 又不是醫院的責任 說句話都莫名其妙 被女孩自己出來闢謠 而不是媒體大節奏 從微博熱手話題可以提出 當局已經出手在打壓 與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相關的真相和言論 中央社報導 歐盟執委會6月17日正式提議 給予飽受戰火洗禮的烏克蘭 和倫國摩爾多瓦歐盟候選國地位 為歐盟27國領袖 在6月23日及24日 在布魯塞爾的峰會中 討論及簽署提案鋪路 雖經全體同意才能確定候選國身份 至於部分領土 同樣受到俄羅斯佔領的佐治亞 歐盟堅持需進行更多改革 方可獲得推薦 路透社報導 烏克蘭獲提議給予歐盟候選國地位 顯示歐盟的戰略 這是幾個月前根本無法想像 但想要正式加入歐盟 一路上會遇到不少阻礙 或者需要很多年 才能正式成為歐盟的一份子 烏克蘭將被要求改革經濟 強化民主制度 包括打擊貪腐 也必須強化法律保護 和從人權到市場競爭等一切紀錄 而且歐盟不太可能接受 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成為一員 即使在成平時代 與烏克蘭人口數相似 同樣有著共產歷史的倫國波蘭 從1994年申請 到2004年正式成為成員 過程也花了10年這麼久 另一方面 土耳其在1999年取得候選國身份 但2016年 土耳其國內發生政變未遂後 總統艾爾頓強勢鎮壓異見者 以及其他種種作為 被歐盟批評為侵害民主與法治 加入歐盟的談判也隨之中斷 此外 亞爾班尼亞、波士尼亞、 塞爾維亞、蒙特內哥洛、 北馬其頓以及科索毓六個巴爾幹國家 因為移民、組織、犯罪 以及缺乏相互共識 近年加入歐盟的可能性也更渺望 歐盟一旦通過該提案 幾乎當局 將開始與歐盟 就所謂的35章進行談判 將其法律從金融、 司法度、氣候等主題領域 與歐盟達成一致 直到35章 傳到完成為止 一切完成後 需要開始準備加入條約 最後需要經過烏克蘭 所有歐盟成員政府 以及歐洲議會通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離任在職 17日她突然召開記者會 以疫情有反彈跡象為由 宣布取消多場戰別宴會 而立法會也因此取消下星期 為她舉行的戰別五宴 同時外界亦關注 習近平訪講是否也會受影響 香港立法會原定下星期 而舉行特首戰別五宴 立法會秘書處這星期表示 由於近期中共病毒確診連日超過千宗 經立法會主席與特首辦及議員相討後 為審辰起見已決定取消戰別五宴 林鄭月娥隨即在17日下午舉行記者會 回應立法會取消戰別五宴 她指疫情有反彈跡象 呼籲市民減少入宴聚親 尤其星期日是父親節 應該減少跨家庭聚會 她並以身作則取消多場戰別宴 立法會也取消本來下星期二為我舉行的戰別五宴 我剛剛2小時前取消了一個我現請部門首長的五宴 其他包括行會議員為我安排的晚宴 我自己司局長本來下星期都會現請我 全部都會取消 無線新聞記者問林鄭立法會取消戰別五宴 是否補辦或改在網上進行 林鄭表示她不知道如何在網上吃飯 她說早前已經出席最後一次立法會大會 亦發表最後演講 因此沒有特別的話跟立法會議員說 不過取消戰別五宴的消息早前已經傳出 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五宴不進食 由林鄭港人治港 不過現在連給林鄭港人治港的機會都沒有了 香港政界一直瘋傳 建制派一直不滿林鄭的行事作風 特別是近期林鄭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點名地踩尼家超、董建華和梁振英 引起建制派不滿 他們私下批評林鄭 自以為是四面樹敵 還說她人走茶樑是自己造成 填北神更點名地批評林鄭 說她指逃犯條例是負責官員解說不足 是在推捨責任 好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